观念更加新鲜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更加广阔 这是周口台河南新闻中心和中央台报道的 今年第15号强热带风暴 8月15号16号两天 分别袭击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15号在山东省文灯沿海登陆时 进中心最大风力时级风暴中心 登陆后向正北方向移动 由于16号凌晨从穆平线进入黄海北部海面 这次热带风暴给危害烟台等市造成较大损失 灾情发生后 当地政府及时组织强减救灾 采取措施开展生产自救 遭受风暴袭击的大连市社会各界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奋力抗台防汛 目前受灾停产的大连钢厂等工业企业 已普遍恢复生产 农民也在田间地头开始了生产自救工作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到今晚18点 沈阳铁路局创造了建局以来 安全生产500天的历史最高水平 跨入全国铁路安全生产先进行列 在全国铁路中 沈阳铁路局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营业里程1万多公里 客户运量分别占全路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 为保证安全生产 今年以来这个局共抽调6000多名干部 深入运输生产第一线 进入6月份以来 洪老灾害波及这个局管内30条干支线 造成正线断到197处 但广大职工以水为令 奋力强险 保证了各堂列车的安全开行 这是辽宁台报道的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天津劝业厂改扩建工程日前全面竣工 这项工程93年初动工 施工人员客服了在商业繁华区施工场地狭小 工期紧迫以及不能损坏周围古老建筑等困难 主体工程于去年11月完成 比常规工程施工提前半年 南坤铁路2号隧道日前提前贯通 这条隧道地处高烈度地震区 地质复杂 是南坤铁路西线重点科研公关项目 日前国家重点工程 山西旅厂二汽工程高压融出投料试车取得成功 进入全面负荷试车阶段 山西旅厂二汽工程总投资38亿多元 设计年产氧化铝100万吨 国家特大型企业 河南安阳彩色显像馆波壳有限公司 近日通过国家质量体系的认证 安阳波壳工程建成投产近三年来 产品品种由引进时的6个增加到17个 并先后通过日本 美国 法国和加拿大的安全认证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 召开了94年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 即中俄商品订货会 来自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客商 2000多人参加了洽谈会 洽谈会以现货贸易和义货贸易为主 开产进出口商品 看样订货 经济技术交流 劳务输出等 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 截至今天18点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实现 十年无行车重大大事故 安全生产成绩在全路名列前茅 这个分局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狠抓干部的龙头作用 对不称职的干部及时调整或免职 并先后投资4300多万元 改造和更新设备 使运输生产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久铁路 富九段日前在九江口开始铺轨 富九段北起安徽富阳 南至江西九江 全长498公里 是经久铁路的中段 承担施工任务的铁道部 第四工程局十万职工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就完成了大部分陆基工程 和全部重点控制工程 是富九段 提前一个月进入全面铺轨阶段 一种供汽车轮船机械等 内燃机使用的节能润滑油 最近由青岛飞驰润滑密封材料公司 研制成功 它采用石墨的高溶点 耐腐蚀抗磨损等特点 以油和石墨特殊加工而成 经交通部能源利用 检测中心测试 节油率为5.8% 大大超过国家 85推广节能产品的指标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我国第一家 由国家设立的 无形资产评估机构 连城资产评估事务所 今天在中国专利局宣告成立 我国的无形资产评估活动 开展的时间不长 现有评估机构1300多家 从业人员1万多人 但评估办法及其权威性并不一致 有中国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 设立的权威评估机构的出现 将改变这种局面 尤其是技术方面的 无形资产评估将得到加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为使效益意识深入千家万户 中国效益纵深型组委会和本台 将于今晚19点43分 在第二套节目 现场直播 中国效益纵深型晚会 走向纵深 欢迎收看 这是 这是 感谢观看